在一些先进国家如果还有死刑的话 他们主要是用一些打针的方式来进行 原因是在于一些文明国家希望减低受盈人的痛苦 又可以达到行刑的目标 其实主要今天经常使用的这些行刑的针 是在美国发展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开始 他们通常用的执行死刑的方法就是坐电椅 如果大家有那么多年多 当年我记得有些电影、纪录片 什么死亡真面目那些在播放 其实中间如果用电椅的话 过程里面受盈人都相当之痛苦 周围看到的人都相当不安 所以为了减轻这方面的影响 有些医生就发展到一些药物 慢慢发展成为今天这些行刑的针 很多种的 但是其实今时今日最常用的 就是一次过用三针的药物 来达到行刑的目标 这几种药物其实都是以前做手术的时候 麻醉科医生就帮病人 令到他失去意识 让肌肉放松 这样去使用的 第一种药物 主要是令到受盈者失去意识 大家都知道要执行死刑的话 受盈人当然是非常之害怕 会紧张 如果紧张的话 也很难令到过程顺利进行 所以第一种药物 就是现在最常用的 叫做Medicinam Medicinam这种药物 其实在今时今日 在一些end of life 或者paleative 就是一些舒缓治疗 就是在一些末期的病患身上 去使用 减低病人的紧张 那种压力 让他放松 让他平静一点 不要说太远了 在COVID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 真的非常之孤独地 在医院里面过世 当然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些非常难以形容的 紧张、孤独的过程 是相当之可怕的 Medicinam其实相当之普遍 在一些COVID的病患身上 就是无法治疗 到最后的时候 去使用令到病人 走到最后一程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一些 通常如果只是舒缓治疗 用的剂量比较少 如果用来行刑的话 分量就要比较大 原因就是 因为跟着会做的过程 就是行刑里面 跟着要做的步骤 如果一个人还有意识 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会相当之痛苦 无论是身心也会相当之痛苦 所以第一步 就要用一个很大剂量的 Medicinam令到病人 完全失去意识 这种药就会令到中枢神经 就会判断了 好像关键了 令到人没有了意识 完全不知道 第二件事 做的 其实做手术的时候 麻醉的时候 一样会做的 就是令到肌肉 不能移动 肌肉本身有些收缩的倾向 就算你麻醉了 人没有意识也好 有些时候肌肉都会收缩 就是说收缩的话 有时候会动 当然做手术也好 执行死刑也好 都不希望病人在动来动去 所以通常第二步 我们会用一个 令到肌肉不能够收缩的药物 它不影响意识 主要是令到肌肉不能移动 肌肉你可以想像到 像一个电器 有一个电线 有电线可以有电下来 那机器会变成 肌肉一样 有神经的信息 神经就等于电线 有信息下来 肌肉就会收缩 这种令到肌肉放松的药物 主要是把电器拔掉 没有电到肌肉的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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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能够收缩 原理是一样的 主要是阻止了神经 神经传递到肌肉的信息 没有信息传到肌肉的 肌肉自然就不会收缩 全身的眼皮 到手脚 什么肌肉 全部都不能移动 另外一个主要的作用 除了令到受刑人或者病人 不能移动之外 另外一个主要作用 令到呼吸的肌肉 都不能移动 令到呼吸停止 人体的呼吸主要 就靠胸腔肌肉 和横甲膜 横甲膜的肌肉 收缩的时候 它就会将胸腔扩张 有点像Discovery Channel 有些骑鲨 很大条的鲨鱼 背上有点点的那些 那些骑鲨吃饭的时候 它不是大白鲨咬人 意思是 它是吸海水里的微生物 过滤地吃 所以它吃饭的时候 就要出炕度很大 然后吸海水 吃里面经过的微生物 人的肺部 胸腔的呼吸一样 就不是说肺自己会抗张 而是靠胸腔肌肉 和横甲膜 就将胸腔扩大 接着吸空气 到肺部 当你用这些药物 令到横甲膜 即是没有办法 肌肉收缩 横甲膜是一块肌肉 和胸腔周围的肌肉 没有办法收缩 胸腔不能够抗张 便吸不到空气 便会停止呼吸 这样 在这里 第一步 就是说行刑的时候 第一步 令到人失去意识 就相当之重要 如果你第一步 用的药物 份量不够 人还有意识 你做第二步 令到他呼吸停止 他便会觉得 呼吸不到气 好像浸了 那种感觉 当然会相当之痛苦 呼吸停止了 但那个人的心脏 都仍然在跳动 因为你之前用的药物 第一是令到他失去意识 第二是令到他呼吸停止 但心脏也继续跳动 所以最后一种药物 就是要令到心脏停止 那这种药物 就是Protestium 即是甲质 我上一集 在讲糖尿病 一些危险的情况 都说过 甲质这件事 对于我们的心跳 其实也不只是心跳 而是对于周身肌肉收缩 神经传導 是很重要的 心脏的跳动 是非常重要的 即是说 甲质正常状态下 我们的身体 就是将它的水平 控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 那怎样都不会超过这个范围 有点像是联系汇率 或者是7.8 附近 一定控制在那个范围底 因为如果太高的甲 或者太低的甲 都会令到心脏乱跳 甚至停顿 所以如果在行营的时候 用的Protestium 那份量是极之高 那份量相当之大 打进去 就是经过血管 去到心脏 心脏就会立刻停顿 但是这麽大量的Protestium 打下去的时候 感觉其实好像火烧 那样的 如果你说之前那两步 没有做好的话 如果它还有意识 它的肌肉仍然有能力 可以移动 还没收缩到的话 打这个针 这个Protestium 下去的时候 那个人当然 如果有意识的话 他就会很痛苦 第二 就是说 如果打下去的时候 他痛苦 就会挣扎 就会动动 亦都是非常不理想的 所以 这三个步骤 用这三种药 一环扣一环 希望尽量 这个过程 会减低受刑人的痛苦 原理就是这样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 我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